其實從新聞上看到說 川普政府多數的官員都已經準備跳船辭職了 尤其是在國會被攻陷之後 其實很多人選擇跟川普劃清界限 那在這個時候這個駐聯合國的美國大使來台灣訪問 其實真的有點莫名其妙 時間點很奇怪 因為他馬上就要下台了 那他要下台之前來台灣這一招 主動說要來台灣 會讓他覺得說那到底來做什麼 那他來之後 對台灣的政壇或對我們的國際情勢 真的有實質上的幫助嗎 對美國這次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 就是說他們覺得台灣現在是作為一個 自由中國的典範 那會讓人家就很錯亂了 那這個自由中國的典範其實長期以來 是從民國38年之後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一直強調 可能作為自由中國民族復興那個基地的概念 那現在美國說我們是自由中國 而且訪問的是民黨政府 那要問民黨政府說那請問一下 民進黨現在是認為自己代表了自由中國嗎 那這跟他們長期以來主張了什麼台灣獨立啦 還是什麼有台派等等的立場有一致嗎 那以後再講自由中國 如果自由中國以後從國民黨嘴巴講出來 或從其他人嘴巴講出來 民進黨是不是也要認也要買賬 還是說今天只要美國人說自由中國 我們就是自由中國 那這一次來這個駐聯合國的美國大使 他來之後我們是不是要買什麼或要賣什麼出去 因為大家都有聽到一個說法就是說 這個美國大使他其實家族是賣煤炭的 那我們都知道說台灣對於這個能源其實非常非常敏感 那我們懷疑說他來之後會不會趁著川普政府下台之前 我們又要去買單新的這個煤炭的政策 我覺得這四年來美國我們跟川普政府 蔡英文跟川普政府演的就是講大戲 為什麼說大戲的確有非常多的新聞標題 一直在強調台美關係又好 一直說美國幫我們說話 但是我想問一下各位過了這麼多年 台灣有沒有加入聯合國 或中華民國有沒有加入聯合國 沒有加入聯合國 我們連WTO WHO各種會議 我們各種國立組織我們還是沒有進去 那包含各項的FTA也好 還是CPTPP也好 各項的這個經貿組織我們也都沒有加進去 所以一直說這個台美關係友好 我認為就是雙方不斷的放話 設下新聞標題之後 嘴巴講完之後 沒有任何件事情進入實質討論 也沒有任何事情真的進入法律程序 想請問一下他們來這麼多官員 一直說層級又最高 那我想請問一下蔡英文是不是可以主動的 抛出說他也要去訪美 也要去白宮 也要去跟美國總統做一個很實質上的對談 其實你說台美關係友好 那最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這個雙向元 過去也會升國旗嗎 那近年都沒有升 那如果台美關係友好的話 那請問一下蔡英文政府 我們雙向元什麼時候可以升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大家去回想一下 我們不斷講台美關係友好 但是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最重要的疫苗等等這些事情 台灣有真的得到任何事實上的幫助嗎 沒有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只要看到這個新聞標題說 台美關係友好 之後相對相繼馬上而來 都是些對台灣的傷害 沒有看到對台灣事實上的幫助 所以這個台美關係友好 真的真的就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巨碼 細碼而已